还是一期开箱视频 开箱的品种是裹盒 全年当中可能就这个时候买归最便宜了吧 也是趁着这个时间段多买一点 那就请大家沉浸式欣赏一下开箱裹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卖了一只龟 没想到乔儿这边粉丝还有人真的相信 然后直接把钱打过去就被拉黑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 天上呢是不会掉馅饼的 粗略了检查的这两只龟 发现应该是问题不大 除了后脚掌的指甲可能掉了一根 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影响 之后呢就把这几只放到了一起 目前为止我这边呢大概是有四只果核了 最漂亮的呢还是要除老季友这个 但是老季友这只龟呢也不便宜 好看是好看但是价格也贵 其他几只龟呢虽然说没那么好看 但是价格便宜啊 果核呢还是要有头纹的更好看一点 这两只呢目前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这只小小果跟小表弟一起回来的 小表弟现在应该没啥问题了 而他一直都是生龙活虎的 苗子到家尽量加点水草 让他们可以攀爬 今天新到的这两只呢也会好好地做一个记录 不知道到明年能不能逆袭一下多爆几个头纹出来 我估计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几只的话到现在都不是表现得非常好 再来看看这边的头盔 头盔呢就非常让人都省心了 反正每天呢就是吃吃喝喝 给多少饲料都能给你吃完 今年到年底之前争取把这个缸里面的每一个盒子填满 现在呢还有五个空位 不知道后面呢还会买多少龟 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吧